这本乘的问题就也是有点多了 他这说到他的番茄 他说他的香料涂出来 这敢是正常 这是正常的吗 那他也有做了一些笔记 老师你可以方便的时候帮他看一下 看他是不是有一个要改进的 当然他就是记录他的一些 吃药的记录 用什么香料 像我们的饮食记录同样 他有写的非常的详细 还有就是针对他的小番茄 我们的玉女 有什么有的那些小粒 果实那么小就开始红的 有的很大粒 就是还不会很红 就是有些大颗有些小颗 他现在觉得粒头 摸起来会黏黏 看起来是被料黏在面上 这样敢是正常 因为洗起来就是 洗过后就是变成这样浓浓浓 就会很光滑很光亮 他说的就是 他有发言说有些地方比较奇怪 就是之后的果实非常小颗 是跟他的水 算是线水线太严重吗 还是说他的水分不够被料 算是水分不够 还是被料不够 还是什么原因 来老师来麻烦你 这个目前给他看起来 就是说我们朋友在用的 这个这个被料 哇这个有时候看起来挺令人害怕的 很多 其实量控制料很好吃 就是很少 但是那个频率怎么会 这个频率很高 比如说在11月11号 已经用1遍13号 你再用一个个月4天以后 还有1遍油 所以定义就是说 如果是一浓油来说5天 大概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通常是这样 尽量在油 比如说我们在做风地的时候 天气如果没有很大 这个问题 比如说从今时 这准 他就是有一点的漏水 比较重而已 其他还好 所以大概7天到10天 一遍就有办法控制掉了 不用管 不用管 有时候很多 我们的朋友都会看 这个湿度 就是说 在那时一头出来 漏水哪会搭 其实这种漏水都没关系 现在最怕就是说一头出来 已经天空了 漏水哪会搭 我们就会特别去小心 所以这个问题会稍微多了一点点 所以这个平均 大概两天三天 这种的这个 这个用的这个不知道是 比如说过两天 你已经管一遍 有什么元素 还有什么 第二天又管 过两天你又管 过几天 25号26号 我看不出来这个 这个频率 所以你这要稍微做一下 这个调整应该 我们有给你的一个这种 基本的这个节奏 你应该是 这有这个来用 这一般 你一直够用 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个好事 目前来看起来 这个虚子 这个虚子 肉稍微滑一滑 这有时候会有一点点 这和土壤的缺木有关系 为什么缺木 应该你这个硫酸胛这种东西 你可能是不是用太多了 看看 这大概是这个部分的一个问题 譬如說我們頭腦裡面 如果是硫酸根用比較多 譬如說落在肚子是怎麼做 這個硫酸胛這種東西 就有可能它這個蝦仔肉 就會稍微粗粗 稍微粗粗的沒關係 如果不是太嚴重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 那麼至於說 這個整個的一個漲 看起來 整體上有偏稍微 漲心 不可以什麽 會想要ieur漲 所以你是不是這個 所謂的水分的一個控制 這個是水分的一個用量 因為我看不出來 你大概每一次呢 大概用了多少水 一般來說是要稍微栽一個 這頭髮幾邊 eel去兩邊 我們一般是要栽一個 因為你元質的 類似像滴管這種的人 這個方式在灌水 我們通常是要差不多十公 店員多少分 約多少硫水 好多久一遍 可以这样来稍微做一个清澈的记录 因为水量很重要 这个水量这个会比较 所以稍微再来 就是这个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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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这个应该是会比较有一点点状况 但是这个不太要紧 这个有可能是高益西 有可能是这个土壤硫酸根的含量 太多所以做成的这个稍微缺木的这个现象 那尊公老虎都没有 只有新虎一半虎 这个大概都会 有时候很难免 因为缺木比较难做 所以我们是有用17号 17号里面就有木 一般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通常是这样 之前你应该过 因为你最近有用这个磷酸二氨 磷酸 磷酸氨这种东西 这会稍微 而且好像还 频率还用的量还不少 所以这可能要稍微来注意一下 这五百杯 那么尤其你是用冠的 这个四百 cc 两百水 这个我看的比较没有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用到这种磷酸氨 这可能你用的这个磷酸 这里面稍微高了一点点 而且这些东西会比较容易出问题 因为它的蛋肥较高 那么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么修宣就是说 你先参考我们的一个基本的那种东西 因为你这个太细散了 这要不然看到了 这个我这两天稍微再帮你研究研究 因为这个有一点点复杂 我们才给你统整起来 这不行 你这样做起来就是整的好事 我怎么没贪钱 这成本太高了 这第一天的成本 第二天这个肥料的成本 农有应该是不需要 不会用到那么多 那么在这个整支修剪的方面 就是说你这个磷酸 感觉上有一点点 应该是还可以 但是这是不是太早加磷酸 不过环境是控制了不错 大体上应该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 另外一个就是说 为什么小磷酸的红 这通常是一个叫做卫性结果 有时候有一个我们说的 叫做主磷酸 就是说你让它凋割的时刻 这个凋割的时刻呢 因为它单位结果 就是说它没收粉 我们就会掉 所以它拋不起来 拋不起来 你如果没有用一点天然细胞分类素 它这个东西拋不起来 拋不起来 它这个就会稍微 反正就长不大 长不大的时刻呢 它就当然长不大的小点吧 所以拋到这个冷 我们都会比较容易 因为这个温度比较低 一般回来 如果是在风比较低 透冷风还是什么 这种温度比较低 就比较容易有这种 一个这个现象 就是说它会比较小粒 尤其如月王白 如翁北平的中华 甚至在这个苗力这家家 它会比较严重 在咖喻这家家倒是还好 但是有这段时间也是都会 比如说它的主要粒 我们为了说尽容可以来减少 这个主要粒的这个三星 所以我们会加一点 这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会加一点 这个天然细胞分类素 这个Cytokinic 这个其实是海藻 去提炼的这个东西 这个就会起来 它就比较容易 有这种的这个情形 那么 咳一项就是说 你那摸起来这样黏黏 这个跟它生 是不是背了去黏在 这个管电有可能 就是说你用两天三天 你想我们每天 每天在摸 所以两天三天 两天三天 这些东西 一直都夹在那个管顶 加上你用的这个 会留到一点点 较 较 就会让你感觉 留到会这样黏黏 这个 要稍微注意一下 一般 没在那些 太阻力 那么 洗洗就较均 这应该都是正常的 有可能就是说 这个 虚拟 算是这个 经营 这个会 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 在我们背了在应用的时候 尤其页面 页面是一个辅助的 一个性质 我们听说朋友们要了解到 无论是感觉面 甚至和这个做文的 连上千金的这个 会都都是同样 虚拟都是一个辅助 就是说我适当去做一个调整 这有什么样的这个状况 我们把它调整一下 最主要是在调整 并说我要强迫 要强迫他 加食物管理 这种呢 我们用这个格格 十四盒子这种的格格格 给它提高加肥的含量 这提高加肥含量 这种呢 通常对他定度的提升 还有一部分的帮助 但是实际上 他真的这个状态 敢噴那就是状态 敢噴那就是状态 我们就好 不然如果有一个东西 要噴下去就会状态 就是你把它噴糖 也不一定会状态 很多人说 会啦 糖不一定 你若是把贵洗水贵 你若不洗 你当然是糖在冠顶 没洗 你拿着吃就会冰 但是你如果过去洗过 那个糖感吃下去 也不见得吃得进去 因为那个皮的这个所在 果实的皮呢 还是说我们这个 这个皮的这个标明 这个糖不见得 在吸收的这个量 最多的这个油痕 尤其在格式冠顶 是不太吸收 在皮的或许能够吸收 一小小部分进去 特别是这个葡萄糖 或许还能吸收一点点 但是葡萄糖进去 它进去在对着的地方 对着的地方就用掉了 它根本不会走 所以不太会甜 所以有的说 酸糖的酸 酸化麦的 酸糖的酸 它有什么样的 这个困难 是不是这样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有一个 比较奇怪的这个地方 就是说 是不是格式 更小粒 非常的 这个小粒 这是不是核水 核料比较严重 这个有可能 就是说因为今年温度比较高 所以呢 很多都会不甜 不甜 我们会去给它核水 适当的限水 对适当核水 对这个 这个 甜度是有很明显的 这个提升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就是说 还是要有水 没有水就不会大 这大概是这个问题 所以 一般来说就是说 要如何在这里取得 一个平衡 比如说你一架火里面 整个都小粒了 这种 这有可能 还是说 经贴上都很小粒 有可能就是核水 核料过头去 那就是说 一架火里面有一半粒了 一半粒有可能 就是那时候 因为天气的关系 所以它 比较没办法 将会起来 所以那时候 保质素 要天然18分的素 这你要把它分成清净 这一般来说水分 水分没够 可能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水分 水分 因为我这 在这里看不出来 你应用的一个 这个 并说从今这种天气 从今这种天气 大概 在我们的一个水里面 平均一分底 一分底 大概要在 有效的水量 可能你三天看 因为这很难说 油耗的水量 一天 可能要100公升左右 有效水量 所谓有效水量 就是说 这个东西要吃起来 100粒 100粒就有了 但是这100粒 这100粒的时候 真的有效 吃起100粒 我们在饮 可能要超过100 可能要用到400 所以可能 就是说三天八百水 有时候有的 地比较少 你自己要斟酌 看看 就是说 一般我们 现在在用的 这个水分 我们现在在用的 这个水 就是 提供它 新陈代谢在用 不然是 它降温 所需要 这个水 就没那么多 但是 温度比较高 是头比较厚 我们水可能 就要加一層了 所以 生长上 大概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 那么 这个 你有一个 这个 钙 钙异肥 这不知道 在这边看不出来 它是 它是 它其实 像钙异肥 所以呢 它这也没说 它的原料 是什么东西 所以呢 它只能 它只是 标示 标示 它这是 一个氧化钙 16% 氧化钙 16% 它是 这个氯化钙 还是 这个硝酸钙 我不知道 所以这个呢 你要自己经验 看看 还是说 问 看看 因为 反正 它在买的时候 我在猶 我在猜 但是这是用猜的 不是 因为我没看到 它的成分 一般 在国外来说 所有这种 钙肥呢 它通常会去标示 它会去标示 它是什么 一种 这个 这个 钙 这些东西 就是说 为什么 因为呢 万一 如果是氯化钙 我们的营 就会比较小心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可以用 你若是氯化钙 它有可能 多噴 它会比较小 所以你说 这个钙液肥 你把它噴 1,000杯 水噴 3,000杯 1,000杯 2,000杯 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能 单独噴 因为你不可能 每次呢 都 这个 大行 都单独噴 2,3天噴 一次 两次 没那么多 工作 可以做 这样做不了 所以呢 这通常是 这样 另外一个 就是说 我们用的 这个钙 就比较 复杂 比如说 我们有用到 这个硝酸钙 硝酸钙呢 它 你若是用 比如说 你把它放入土壳 它会比较大 但是 只要比较大 它定一度 就会有一点 这个钙 所以 那天你拿到 应该 不太一样 因为 我们在用的 这个钙 有分贵 有海藻钙 氨基酸 凹荷钙 有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 这个部份 所以 在应用当中 我们对着这个钙 在应用的时候 一定要清楚 知道我用的是什么 我是准备解决的 是什么 这个问题 不然 仍然说 补钙 补钙 所以 这有需要看 一点 这个复杂 所以这应该是 没什么 同样 不过 你若有用 就给它稍微 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这看不出来 是对一种钙 看不出来是哪一种 这个 这个水溶性 因为 要看看 如果它有含氮 它就有可能 就是硝酸盖 看不出来 因为这也没有拍到 那个成分 不然对市民上的 这个 我们在市民上 有的这个産品 这个成千上万种 我没可能 那么厉害 每个地方都知道 大概比较浅 比较浅 比较有看 也是有 整个地方都知道 这些毒素 我们也没办法 完全记在头部 所以 一般 就是说 去注意 看它的一个成分 比如说 它有含氮 还是说 它里面 没有钙 只会有钙 那如果是这样 就有可能 它没有钙 只会有钙 有可能就是 绿化钙 那如果 有钙 还有钙 这样 有可能 就是这个 硝酸钙 所以 还是说 硝酸鞍钙 这大概是 在用的时候 其实可以 但是 就知道 说 要怎么来用 但是 是什么是这样的 所以这 这我们 这一部 更加了解 看看 这样 所以这在这里 让我们 这位好朋友 先做一个 参考 就是说 在水分上 你要拆拆一下 大概 一星期 这 以现在来看 最少 最少就是 三天 大概需要到六百到八百 就是说你三天 你三天 走一遍水 或是说你是 这 走六百 可以去走 10万 如果是 每天 可以 大概一百 一百五到两百 不要超过两百 比如说一分 你如果做滴灌 你现在这种 天气一百水 看看 有的 有的 较黏 一百就够了 如果较 较稠 可能一百不够了 你还要多走一瞬 所以这水分 要适当 要如何 让人知道水分 有适当 没有适当 中途的时候 那时候 心味不能流 稍微流 但是 你稍微流 你就知道 马仔要走水 你就知道 这种水量 比如说 你随阴下 那一天 或是 隔天 你就随 走水 隔天 你这个 心味就流 中途 中途 那时候 心味就流 这表示 这种水分 一定是不够的 一般是说 走水了 不然说你走过 过三天后 在中途的时候 还没走水 中途的稍微流 那是这样 就表示 水有点不够 不可以流 流 它的一个 这个 就变小了 这点 我们可以 给好朋友 稍微知道 你稍微 做一个参考